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 深圳科学家称 双胞胎婴儿经过基因修改 出生后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引发轩然大波 日本东京机器人咖啡馆 远程操控机器人 助剑动人患者就业 五岁练出了六块腹肌 健身男孩走红网络 新闻大大酷一起聊新闻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杨光 最近一则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诞生的消息引发了轩然大波 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称 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 基因编辑婴儿 11月在中国诞生 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 经过修改 使它们出生后 就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它们也成为世界首例 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贺建奎是谁 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在中国诞生这条新闻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条爆炸性的消息一出 引发了一场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的大地震 就在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前 南科大的生物学副教授贺建奎 通过网络视频 向外界突然发布了这个重大消息 优优独播剧 皮疗 打算 修理 炬疫苗 Draug 聰明 治療 几乙 我认为 家人必须 这些技能 用 和实力 作为 从各方的反馈来看 贺建奎的实验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 而是引来了一片质疑 那么什么是基因编辑 为什么基因编辑手术会引起质疑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基因编辑技术指 能够让人类对目标基因进行编辑 实现对特定DNA片段的敲除加入等 专家认为现在不能做基因编辑手术 因为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并不是特别成熟 因为人类基因编辑技术 特别是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 技术上并不是十分成熟的 尤其你要是编辑了人类的生殖细胞 那么这个生殖细胞的改变是可以传递的 对人类的基因后代 子孙后代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呢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 所以从整个人类社会 对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 都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像我们说把某一个基因给它敲除了以后 像说这个CCR5这个基因敲除 可以预防AIDS病 可以预防HIV的感染 但是这个基因是我们所有的人 中国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都有都存在的一个基因 它根据科学家的叙述 这个基因对我们的免疫功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如果你把它去除以后 那么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这种基因编辑技术实际上有一个难以 难以估计的一个高的风险 就是我们这种干预一旦失败了 那么不仅对患者本人或者叫受试者本人 而且对他们的后代都有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如果我们在一个缺乏严格的安全性的评估的基础上 就贸然地开展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 显然是不合适的 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一些新问题 也让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 比如机器人的出现 本月26号 日本东京一家机器人咖啡馆开业 这家店的机器人服务生 全部由见动症患者远程操控 身高1.2米 重约20公斤的机器人服务生 头部配置了摄像头和麦克风 操作员在家通过网络远程操控 就能指挥机器人将咖啡送到餐桌前 赚取每小时1000日元 约合人民币61元的报酬 机器人研发公司称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进见动症患者就业 高山滑翔是一项充满乐趣和刺激的飞行 不过要是高山滑翔时忘了记安全扣 就不那么美妙了 摄影师克里斯在瑞士度假时 想体验一把高山滑翔 没想到粗心的飞行教练 竟然忘记将克里斯背后的安全扣 连接在滑翔机上 这导致起飞后他只能依靠双手 紧紧地抓住滑翔机的金属杆 以防坠落十分惊险 最终在1200米的高空坚持了2分14秒后 克里斯终于着陆 空中紧张地抓握动作 也造成了他手臂肌腱撕裂 手腕骨折 水下捕猎爱好者克劳斯 前不久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视频中克劳斯正在和朋友们 在巴哈马群岛水域水下8米处潜游捕鱼 突然一只鲨鱼绕到他身后 咬住他的头猛烈撕咬 克劳斯挣脱后立刻游上水面 捂住头部与朋友们回到船上 好在袭击他的鲨鱼并不大 没有造成致命的伤口 免费办婚礼提供蜜月旅行 面对这样的大奖 很多新人都会动心 前段时间在泰国曼谷 热闹上演了一场新娘跑 300位新娘穿着婚纱 脚踩运动鞋 提着裙子 在长达三公里的赛道上狂奔 最后一公里 由新郎背着新娘闯关 情侣携手与共十分甜蜜 最后价值6万美元的大奖 成功被一对新人冠军 以27分43秒的成绩收入囊中 很多健身达人 从10多岁就开始健身了 而下面要说的 这位肌肉分明的小男孩 更是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这位伊朗的小朋友 叫阿拉特 只有5岁 却凭借着自己一身的肌肉 和健身视频走红网络 4年前 阿拉特的父亲 无意之间发现 儿子的力气非常大 而且身体协调能力 和平衡感都很好 于是阿拉特的父亲 开始尝试 让孩子做一些简单的练习 每天花20分钟时间 教阿拉特简单的力量训练 和运动技巧 逐渐爱上运动的阿拉特 不到三岁就可以做出 标准的俯卧称 体差 阿拉特每一天 都用不同的方式锻炼着自己 也不断地刷新 我们对健身的认知 不过阿拉特太小开始健身 也引来部分网友的争议 接下来的节目中 你将看到 阿联酋迪拜 举行太阳能十项全能比赛 参赛队伍运用多种技术 打造适合中东的宜居建筑 飞机飞过头 原因竟然是飞行员睡着了 叙利亚难民儿童教育 面临困难 离巴嫩许多公立学校 开设下午班 还难民儿童上学梦 欢迎回来 这里是新闻代代库 最近阿联酋迪拜正在举行 太阳能十项全能比赛 比赛中 来自世界各地 11个国家和地区的15支队伍 运用多种技术和手段 打造适合中东的宜居建筑 中东地区普遍天气炎热 因此15栋参赛防务的外墙 都围着一层镂空的罩壁或挡板 从而在保证通风的同时 有效对室外的热气进行阻隔 以降低室内的温度 减少家电的能耗 而光靠挡板还不足以 使室内达到令人舒适的温度 外墙本身的建筑材料 也要进行隔热设计 除了降温 中东地区防务的设计 还必须要考虑防范强烈的沙尘暴 在比赛现场 有一栋防务的设计灵感 来自于骆驼的三层眼瞼 骆驼通过三层眼瞼的过滤 可以有效地将沙尘阻挡在眼睛之外 这栋防务外围的设计 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开飞机竟然睡着了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荒诞呢 最近澳大利亚一架小型飞机 在距离原定降落地点 46公里的地方着陆 原因竟然就是飞行员睡着了 导致飞机飞过头 飞行记录显示 这架飞机员计划降落金岛机场 但由于飞行员打盹飞过了46公里 索性他醒后调转方向 安全降落金岛机场 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发表声明说 事发时飞机上只有一名飞行员 飞行途中飞行员睡着 导致飞机飞过头 是一次严重的飞行事故 现代科技的自动驾驶仪 已经大大降低了飞行员的劳动强度 飞机起飞后就可以自动 按照预先输入的航线飞行 在中远乘航线上 机上会有轮班机组纹流休息 或机组内部成员调整休息 而在短途航线上 机组成员是不允许休息的 平时打个盹没什么 但在开飞机或者开车的时候 打盹就太危险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叙利亚难民儿童的教育问题 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 有上百万叙利亚难民到黎巴嫩避难 7年来叙利亚难民儿童数量在不断增加 很多适龄的孩子很难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近年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不断关注 并帮助这些孩子 去联合国方面统计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 叙利亚难民儿童数量激增 截至2018年 需要救助的叙利亚儿童数量超过40万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塔尼亚表示 叙利亚危机已经持续了7年 很多在黎巴嫩出生的难民儿童 目前已到学龄 这是目前难民儿童教育问题的主要成因 为了解决叙利亚难民儿童的教育问题 黎巴嫩许多公立学校与儿童基金会合作 开设了下午班 接受大量难民儿童入学 还这些孩子一个上学梦 乌拉圭公立学校位于贝鲁特市中心 这所学校从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时 就已经开始接收难民儿童 本地的孩子一般只在上午上学 2011年到2012年间 叙利亚难民儿童数量不是很多 所以叙利亚儿童与本地的孩子 可以编入一个班级上课 但从2012年开始 难民儿童数量有了明显增加 2018年又有400多名叙利亚新生入学 为此学校增加了17名老师 下午班的班级数也增加到了10个 这已经是上午班的学生规模的两倍左右 学校校长表示 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没有问题 但有一些孩子因为经历过战火 战争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此这些孩子需要老师的特别关注 目前开设难民儿童班的 黎巴嫩学校越来越多 这些叙利亚的孩子在这里毕业后 可以同其他孩子一样去参加考试 或者拿到毕业证书后回国进修